刚才我们唱的是今年新拍的一部大型的律师藏戏《京城公图》 主要就是表达藏汉之间的民族团结的对方 啊 现在可以看到后面 它是绕着这样转金桶 这样顺时中一直绕 这主要是为了什么呢 主要是为了幸运和健康 哦 黄南藏族自治州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人文景观 而这里也是世界文明热贡艺术的故乡 多项独有的传统文化只有这里才看得到 而这些多彩的文化像是部传奇故事将持续的传唱上去 黄南藏族自治州地处青海 甘肃 四川三省交界 全境被三江原生态保护综合实验区所涵盖 其中同仁县的热贡艺术传承久远 在龙武河孕育出灿烂的文明 只要走进龙武老街便可深刻感受 像我们的龙武古街就是在这一条街上 这是武教一条街 所以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属性 所以我们的同仁寺也是被评定为唯一的一座历史文化名称 其实这里也是多民族就是商户融合碰撞的地方 大家看到就是这边很多美食 那这里有什么样的美食特色呢 像我们的老八盘你看 从这就可以看到 对 老八盘是非常有名的清真餐 还有我们的在这条街 还有我们的李家凉皮 山西凉皮 也是非常有名的 还有我们的杂碎也是非常非常地好吃 不满头呢 真的 热气腾腾 你看整个热气腾腾的 你看那个烟冒出来 你看 这边感觉很不错 这边还有产品 我们去看一下 老街中特有的香情 情情 几乎全部融进了各式面点之中 不论是蒸 是烙 是烙 是烤 一出炉就满街飘香 很多呢 很多呢 他们这里其实有点像糕饼店啊 月饼啊 这些 桃酥啊 酥饼 然后最重要就是这个模具 也就是这里看到的 这是我们这边的特产 叫热锅磨磨 这个是热锅磨磨 热锅磨磨 这个叫我们这边特产 是这里的主食 对对对对 这个我们这边的就是特产 酸的也特产 这个也就是特产 酸的特产 这个也特产 酸的特产 这个也特产 特别大 而且很多当地人都爱吃这个 都爱吃这个 是怎么吃呢 就是用牛奶啊 酷的吃 然后用酸啊 酥的吃也可以 直接吃我泡的牛奶都可以吃 买了些当地的面食 充当旅途的干粮 我们便离开了这热供圣地 前往下一个行程 一座城市因有山脉的守护 而有灵气 有水的流淌而有生机 走入黄河边上的莱芋村 这个村庄在过去可说是山高路远 生活不变 2019年进行了集中搬迁之后 村庄有了崭新的模样 我们现在来到莱芋村的服装加工厂 可以看到都是本地的人 然后在这家工的吗 是的 是的 因为我们这个莱芋村是一个 咱们加拿线的一个 异地扶贫搬迁村 所以来到这里以后 牧民以前是生活在 三千米以上高海拔的地区 那么当时这里的人们 都是吃水难 行路难 就义难 就业难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各种难困扰着 我们当地群众的生活条件 那这样以后 2018年以后 咱们监渣县委县政府 按照山上问题 山下解决的这个思路 就把咱们监渣摊乡的99货 280人在2018年11月份的时候 集体搬迁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把它取名为莱芋村 那来到这里以后 人们就是我们要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所以我们后续有五大产业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大产业 就是咱们的服装加工厂 以这个制衣 然后销售 而且以这个我们 这边制作的就是 一般的是我们学校的校服 像现在的话 就是整个黄南州内的 基本学校都会 学校的校服都会在这里定做 以这样的一个模式 然后就是加工一些咱们 藏民族的一些服装 也有的 这里的旅游业也挺会搞噱头的 为什么会说这里是黄河民宿第一村呢 那我们这个黄河民宿第一村呢 因为它临近我们的黄河母亲河 在我们其他地方呢 可能看到的黄河是非常汹涌 磅礴礴的 而在这里呢是非常清澈 所以说有这样一个说法说 天下黄河贵尖扎秀 所以说它所看到的就是很秀丽的 而我们的莱芋村呢 就是建在这样一个秀丽 风景优美的这地方呢 就是把它称之为 是我们的黄河民宿第一村莱芋 是这样子的 那现在总共这里都是以民宿为主 是的 大概有多少部呢 总共这里有呢 有我们的这个民宿是一个神龙珈乐 民宿呢是按照这个浙江茉干山的来打造的 所以呢这里总共有11栋这样的民宿 建渣县的它的气候海拔是非常有优势的 平均海拔只有一千 在这里呢就是海拔越低 一千九百米 哦 比较低的 很低的 所以呢到了夏天的时候呢 年轻人都会来到这里 喝喝啤酒啊 这样就是过一个夜生活的一个绝佳圣地 所以你看这个也是一个独栋的楼 也是具有江南风格的 这个呢就是完全跟我们青海 这边藏式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以这个江南风格 哇 好漂亮哦 可以看到连这窗户都特别设计过的 哇 很现代化呢 对 你看所以咱们很多眼中的青海比较都落后 但是呢其实我们的青海也是跟上了这样一个现代化的 这个里面呢跟突出一种这种苏州杭州的感觉 有没有 对 大家可以在这边乘凉 对对 乘凉 在园子里面可以烧烤啊 这都可以的 非常自由 而且其实带孩子来去特别开心 是的 是的 这也是其中一间房间 对 这个 好漂亮哦 这个呢就是咱们西北地区比较常见的特色的 这个呢就是叫大靠 大靠 大靠 就是靠 以前的话就是一家子的人都是会是在这个同一张 就是这样大靠上的 对 然后以前下面还会烧炉火 对对对对 现在冬天的话可以插那个天日路子吧 对 地日坛都可以 对 现在就是多现代化 以前跟现代化做结合 对对 这里这样还有个沙滩呢 是的 这个就是咱们来玉村的流产业 哇 这个沙滩跟其他地方的沙滩是不一样的 还带点粉色 对耶 沙滩 对 这个里面呢是儿童的这个 游乐设施 那边有当初线好特别耶 对对 走我们去玩玩看 依托着辽阔壮美的高原美景 独具特色的藏实风情 让来玉村的旅游产业蓬勃发展 特色民宿中能充分体验高原民族的特有生活方式 对 这个就是咱们当地的这个尖沙县居民比较有特色的 你看从这个里面生活 这个炕都是热的 这边可以边吃饭做饭 那这个里面呢 烧湖水 对 烧湖水 然后这边呢都是导人们都是就是在炕上吃饭都可以的 那么他们现在就是打造的这个民宿 你看所看到的是四个床位 铺位嘛 一个铺位是九十块钱 还包含这个早餐 哦 还有早餐的 藏族家是非常的注重这个碗柜的 哦 你看 好漂亮的 这个是茶壶 像这个呢就是碗嘛 都要摆满的 这是一个可以说 来到一个家里以后客人都会去经常去会看的 或者是会注意的一个细节 我们衷心祝福来玉村 有更丰美的未来 在黄南有一个神圣的地方 这里所拥有的美 超越了普通的理解 坎布拉国家地质公园 位于黄南州尖扎县的西北 它是集结丹霞地貌景观 森林植被 以及人文景观为一生的景区 这里的景区非常的优美 处处都像是一幅画一样 坎布拉 处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带 这里既有丹霞丰林地貌景观 也有平环古地 景区内有四处藏族村落 不时可与藏民擦身而过 其中以德宏村的海拔最高 村庄周围的地貌让人叹为观止 我们这边的这个丹霞地貌 你看深入到那边里面的话 里面就是由于我们的这些 一些宗教寺庙群的话 也都是整个是集中在那一块的 所以我们的居民区的话 大概也就是在我们这个网上走 就慢慢就会经过一些居民区 然后呢我们这个丹霞地貌 它值得一提的就是说 它形成的最早时间 大概是在七千万年以前 然后呢它经过了三千八百万年 左右的时候才完全形成定型到这 意思就是说那之间呢 它一直都是在进行一个排升 沉降 然后呢它还有一个风力的寝石 和雨水的冲刷寝石 慢慢慢慢现在形成了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非常壮观的丹霞地貌 坎布拉的丹霞地貌 属于典型的红层地貌 掩体单红如霞 有不少棋风 峭壁与方山 密林的点缀让景观更加丰富 而且这里好像也被称为是林山是不是 对 为什么要在这里把这个地方称为是林山盛水 主要是因为您看 咱们正对面的那个雪山呢 就是我们的宗喀山 是我们宗喀巴大士的出生地 对 然后呢这边呢 又是我们的这个后洪文化区 就是我们后洪文化的一个发祥地 就是在这一块 宗喀巴大士初次的母寨 就是又在那个方向 所以说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被林山环绕的地方 而且您看 由于这个蓄水之后 这边又出现了三个 比较有林性的这个山 所以说我觉得这里 真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林山盛水 没错 随着李家辖水电站的开发 蓄水形成了坎布拉湖 陡峭的山势沿着碧绿的湖面 蜿蜒铺排 山促勇着湖 湖荡漾着山 多彩多姿的丹霞山巒倒映湖中 层次鲜明而壮观 山水相应是粗犷与柔软的完美结合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丹霞地貌 就是蜂窝状的了 对对对 这边就是蜂窝状 你看刚才下面看到 是那种褶皱的树条的 然后这边就主要是 以这种横行的横条的为主 它你看经过风吹和雨势之后 就自然形成了一些大的空洞 像是这些空洞里面 都是有可以住人 或者是高一点的山上 它都是有那个老鹰和秃鹫 它们的窝都是搭在这个山上的 这里就是那个村落了 对对对 这里就是我们海拔最高的一个村庄 海拔3100米的德昏村 其实在这里 咱们也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 它的这个就是植被带 你看最高处那边就是有积雪 还没有化的那个地方 你看整个是高寒的草垫 然后中部那边像腰带一样 这个是我们的植被区 也是我们的森林公园 你看它那个就海拔3400以上不长树 你看这些树的都特别明显 就是那一带 再往下是我们的村庄 然后再往下是我们的这个 丹霞地茂区 我们坎布拉人呢喜欢把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坎布拉 就是说是有三个宫殿组成 其实我觉得在这里它是特别的明显 最高处那边呢就是冬天的时候 你看这样是白血矮矮 然后夏天的时候它是又是白雾遮盖的 所以说高处他们认为是 神仙居住的地方叫神殿 然后中部这边是丹霞地茂区 你看这边呢被称为是魔宫 然后我们下面的水域那一块 就是有水的那个地方 他们被称为是龙宫 所以说这个也是很明显的 有三个层次在这边 这是当地人的一种说法 而且可以看到 他们就是拌木然后拌农的 对的对的 你看在那边还有他们养的牛羊 然后在那边 然后这边他们还有他们自己种的一些田 这边田的话他们主要种的是青棵小麦 土豆豌豆还有油菜 以这些农作物为主的 比较适合在这里生长的 对对对对对 比较高寒的 比较适合在高寒地区种植的 而且我们这边的农田的话 它都是靠天吃饭的那种 就是你每年的收成 就是由今年的这个降雨量来决定的 然后像我们这个村庄的话 它还有一个很好的就是优势在这边 就是你看那边它还有那个森林的岩 但那边还有一些像一个小古包一样的那个 他们的农家乐的项目 他们是一个星空屋可以在那边看星星 所以现在也发展成就是 对对对 游客都会来这边体验一下 对对对对 坎布拉的单峡与别处不同 是因为有了高峡平湖 搭船游览成为另一种享受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就沉船 然后游这个坎布拉湖了 而且真的很漂亮呢 是啊我们这个坎布拉湖 它现在还被品为国家级水利分井民生区的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边看到的景色 主要的话是以避水印单山这个景帽 你看那边是单峡地帽 你看上面它的倒影整个都能看到 非常漂亮 是 水的照应让山格外美丽 坎布拉关于这个地名的话 它是有很多种说法的 有人说坎布拉是康巴人的庄园 相传就是有三个年轻的康巴小伙子 来到这个地方 就感觉这个地方特别的美嘛 所以他们就定居在了这里 所以这里也被称为是康巴人的庄园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咱们现在在前面 可以看到这种单峡地帽的这个颜色 我们藏语会把这个颜色称为是 康巴拉就是家园的意思 所以这里藏语被称为是坎布拉 就是坎布拉翻译过来 就是坎布拉 就是紫红色的单峡地帽的家园 那听说之前这里好像也是一个镇 还是一个村嘛 对对对 以前这个地方呢 在没有建起这个库区之前 这个地方还是有很多的村民在这儿的 当时搬迁下去的人 大概是三千八百多人是搬迁下去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淹没的 是他们的农庄 农田 整个都在这下面 哇 西安才会有这么漂亮 对对对 群山包围着坎布拉湖 共构出纯净之美 在阴暈的水汽中散发着神圣的气息 热共艺术包含堂卡 壁画 墩秀等等 稍后要先带您认识堂卡 你看这样的打坐 打坐一样的做起来 这样的话刚开始过了一个小时 他腿子都麻了 现在他们 这样的小伙子看起来 他这样打坐里的球是没问题 这个都是一个学习的一个 都是修行的一种过程 我们这个画堂卡的话 有一个条件是什么 我是学画或是第二 作人是第一 热共艺术发祥于青海省同仁县 是雪月文化与中原佛教艺术 完美结合成的一种独特艺术形式 热共地区有着中国堂卡艺术之乡的美誉 那它也包含在热共艺术里面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龙树画院 这里是继承以及培训龙共艺术的文化基地 现在就跟着我们进入这个热共艺术堂卡的世界吧 堂卡源于藏族的异音 意思是卷轴化 大部分堂卡表现的是藏传佛教的主题 也有一小部分表现其他题材 在技法上 热共堂卡既继承了藏传佛教传统创作手法 又融合了汉族绘画和其他地方的民间艺术 碳笔打线条最后面拿线笔压完了也可以 每个每个都是一步一步的上色最后面完成的 堂卡创作并不容易 会画过程十分严谨 要先制作画慢 让白棉布平整至于框内 像在会制的过程是不是有注意什么呢 你们比较要可能有什么样的仪式啊 然后等等之类在画堂卡的时候 这个堂卡的话 早上又一起来的话 刷牙是很关键的 要刷牙 刷牙关键 我们一般的话软色呀什么的都是 拿瞌睡来做 这个刷牙是很干净 第二个 要是这样用一点口水去画的 对对对 那个单身都是按口水来做的 这个是我们传统的来这样传下来的 以前也是这样的 古代了就这样的 哇 眼睛反而是最后才会画上的 对眼睛画的时候要看日子 看日子要吉祥的日子 过来看画 随便要今天有空画眼睛不行 对我们画眼睛的时候要 还有我们有很多要送进 看日子 堂卡的细致离不开安定纯净的心灵 一个修行的方式来 还有修行吗 修行的方式 这个本来是堂卡来说 古代来说一个修行的方式来画这个堂卡 是的 对一般是送进一般是画画 画完了也可以这个堂卡来说加持力很大 堂卡颜色之所以鲜艳多彩是因为颜料的讲究 这个是巴马财神 巴马财神的话要我这33岁上来画的 全部画的原料都是控制原料 前年不褪色 这个的话我山西我台上大厢同时去画的 哇 而且很多细节呢 对 小小的地方都特别的漂亮 对 我们这是来说起来 它也有一本金属 按金属的意思就画出来 啊 这个是文殊菩萨的极乐世界 啊 嗯 这个都是大小是一样的 这个都是我在30多岁里面画的东西 我自己 还保留很好呢 对 现在控制原料的话这就是不特色 而且还金光闪闪都看得到 对 堂卡颜料有矿物珠砂 磁黄 吉山胡椒等等 这个上面放的绳子是什么 它这么扭起来的时候 往上提高了嘛 提高了以后 拿这个石头这么慢慢砸 砸到砸碎 砸碎了以后慢慢慢慢这个放下来 放下来再揉 再揉 我自己考试啊 嗯 这就是传统的研磨吧 这是传统的研磨化 我们这边 然后真的就用这里面颜料去画了 对对对 哦 这个原料是珠砂 珠砂 对 哦 唐卡的主色有九种 由此可以延展出两百六十多种颜色 且色泽厉久不衰 我们一般这个唐卡的话 云朵控制原料的时候 到十年的时候它不怕水了 为什么我们白棉布 或者这样的五百年留下来的是什么 白布的话不到一百年就 自然就坏了嘛 这个控制原料融到一起的时候 白布就暴风起来了 它也不怕水了 我们一般古代的话 这样的唐卡都看起来看不清 拿酒 拿酒一擦一石 底下的全部能看出来 马上就操个操个 操个完了 这个酒一擀了就又看不清 又重新拿石布来擦 他们老唐卡都是不怕水的 嗯 一幅幅精致的唐卡 往往包含有许多造型各异的佛像 充分体现创作者的功力 你看这样的打坐 打坐一样的做起来 这样的话刚开始过了一个小时 他腿子都麻了 现在他们他的这样的小伙子来看起来 他这样打坐两个小时没问题 这个都是一个学习的一个 都是修行的一种 过程 我们这个画唐卡的话有一个条件是什么 做人是第一的 就是佛菩萨画的人来说 做人第一 第二个来学画画 这是我们是这边来说 他们本人们过来学画画 我说学画画是第二 做人是第一 对 有不少美术学院的学生 来此学习唐卡传承记忆 汉传的画画 也会做一些跟别的作品做结合了 对 我们这个热光艺术的话 这个汉地的唐卡结合画起来 我就远近了很长时间 这个我们热光艺术的增加出来 这个是我创作画的 跳脱传统佛教题材 让唐卡艺术更加多元 也走出了另一片天 华南藏系是安多语系藏系的一个重要之系 那它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开始 它融合了藏文化的历史 以及当地的风格 加入了独有的音乐 舞蹈以及唱腔 形成了最独特的艺术风格 庸南藏系是戴着面具 以歌舞演绎故事的藏族传统戏剧 黄南藏系吸收了黄南寺院壁画人物形态 形成黄南藏系独有的艺术风格 我们刚刚看到就是传统的黄南藏系了 那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 刚才他们是唱了什么呢 跟什么样子的内容 刚才我们唱的是今年这个新拍的 一部大型的历史藏系金城公主 刚才的那个是其中的一个片段 主要就是表达这个藏汉之间的 这种民族团结的这一方面的一个 哦 藏系金城公主 以大唐第二位入葬的金城公主 远嫁土藩事件为历史背景 深度还原刻画了公主入葬过程 和入葬后坚持推进民族融合的辛苦过程 剧中唱腔 音乐 服装 舞蹈设计等方面 都充分考虑了时代民族文化等特色 精心打造成一部极文化 艺术 艺术 历史 与一体大型藏系剧目 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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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娯 这个是我们八十年代的时候 因为当时是我们这边呢 专门制作这个道具的这些厂家也没有 所以就我们的演员和我们的剧组 自己制作的 所工作的 这些都是自己做的 所以我放在这 它有那个年代的意义 后面呢 就是北京戏剧服装厂 江苏的呀 还有南方的呀 就我们也就 比较大的公司或者是那边去做 像这些都是手工的 当时八十年代初 就这些我们就 都自己做的 这也是葬戏的棉具 滑稽一点的一个任务 诸多道具为葬戏增添了更多的神秘感 秦海堆秀是一种什么样的工艺品 它究竟有什么样的历史与特色呢 下段节目为你介绍 另一种表现形式的热共艺术 我们年度会的巫图 巫图的巫图 对 这一幅是释迦摩尼佛吗 对 这是释迦摩尼佛 这是我们做最新的 你看 上面珊瑚呀 玛诺呀 把宝石也放上去了 而且这布料也特别选用 就是像打造金箔那种感觉 对 金箔就是金箔做出来的 你看 这幅花图 这是景念的新作品 年度呼村是同仁县的一座传统村落 这里不仅风光秀美 更是热共艺术发源地之一 同仁县可以说是热共艺术的故乡了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我们年度呼村 也就是堆秀之乡了 等一下要拜访堆秀的非裔传承人之外 还要为大家介绍一个民间活动 叫做土族乌图 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去拜访他们吧 年度呼村是黄南匠乡土族村落 住着四百多户人家 其中超过六成的居民 都是堆秀 堂卡等艺术匠人 广义上来讲 堆秀属于堂卡的一种 为绸缎制作的堂卡 透过剪 堆 雕刻 上色 来创造不同的视觉感受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堆秀了 非常漂亮 那您是那个堆秀的非裔传承人 可以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堆秀的历史呢 我是清派生非裔传承人 下午当中我十年度过的 我十三岁开始画画 然后画了第一个以后 在十六岁开始做堆秀 这些是我的产品 我自己做的 那最下面的这材料是 里面的是布 然后堂卡一样 布做起来以后 在上面画出来的 做了以后 你们看一下 这些全是出工的 立体感特别好 对 而且它好像布料 也有特别的讲究 有 这些你看 我们这些布料全是正式的 四六都不行 哦 不行塑料的 对 我们在站的时候 是碎了的话 糖 糖 不喝糖 全是正式的 那以前的堆秀 跟现在堆秀 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以前老人们说的话 我们先站起来 然后分起来 要缝的 分起来 或者堆秀 修起来了 然后现在我们 比如说大的话 十米 五十米 一百米 大的做的话 我们必须要分起来 哦 现在小的可以站出来 它不掉呗 哦 很坚固的 对 堆秀的制作 同样需要一双巧手 针线之间加上粘黏 带给作品立体的质感 这就是您的底稿了 对 然后首先它打好底稿 然后放在这样的框架上 框架有 哦 然后呢 这上面石膏磨起来 磨得光光的以后 这上面打底稿 哦 这是石膏啊 这是布料上面 打石膏的 你看摸出来 有了底稿之后 接着进行内容的 精确剪裁与缝制 有时候还会用上 玛瑙珊瑚点缀 上面的这篮呀 这些是上面画出来的 哦 再画下去 对 这个大的话 我们就布料可以做出来 小的话难度特别大了 像这样一幅的作品 需要花多少时间呢 这个我们两层 跟做的话差不多 一个多月吧 哦 一个多月 这个难度特别大 比如说 一天做个小一点 就能小一点 一天只能做这样小小的部分 小小部分一点点 对 堆绣以堆贴为主 绣制为辅 将堆绣好的不同形状图像 用绣段连成一个巨幅画卷 构成一组完整的画面 最后在悬挂展示于世人面前 你看 这样形成像一座小山了 对 小山 哦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这样就拼起来 这样就拼起来了 而且其实它虽然上胶 然后再加热 其实很快 它这个胶就固定住了 对 而且非常的平整 哦 这是我们的越过的旅乐会 这是我的新产品 就是床性的 对 这个上面是我们的五个山师 这边是发饰 然后另外一边是男的 跳舞 这是女的 你的服装不一样 你看 上面有珊瑚 有银子 这是珊瑚 这是头发 这个上面 这是银子 嗯 这可以磨 你磨一下 哦 真的呢 这是我们的旅乐会的 这个服装 远看这一幅画 近看就发现 这个就是堆绣 慢慢一层一层 这样堆绣出来了 对起来的 哇 这真的厉害呢 而且颜色上也非常大胆 对 颜色上自己调 敦绣与唐卡一样 为求颜色鲜艳 我们年度和这个乌图 土的乌图 对 所以其实您也做很多那种 把一些民间的一个传统文化 做结合的 像这个就是乌图的 就是乌图 是我们农历的世界二十号 怎么我们装子里 不穿衣服 像画一些古报的那些 这个 这个湖泊的第一个是先画出来 哦 第一个是山霜就 毕竟全部画出来 以后在山霜 我们有两个发尸 那个发尸呢 两个发尸一直快 他们这个地方就 开始就不能说话了 哦 不能说话 每家每户都 下来的庄子里面的话 可以进去不能出来 嗯 真的有庞子上跳下去 你看 真的庞子可以跳下去 哦 跳下去 对 能处不能进 嗯 这是我们的乌图的这个 过程 节奏 你看一下 就是一个情景 嗯 对 这是创新的 哇 这一幅是释迦摩尼佛吗 对 这是释迦摩尼佛 这是我们做兑修的 你看上面 珊瑚呀 马诺呀 把宝石也放上去了 对 而且这个布料也特别选用 就是像打造金箔那种感觉 对对 金箔 这是金箔做出来的 你看 哇 这幅画 这是今天的新作品 哦 这是您的新作品 哦 今天的作品 而且看到旁边 也有搬随了其他的 不管是吉祥物 其他的佛像 哇 这幅画真的很漂亮 敦秀艺术 扎根于特有的文化卧土上 丰富多彩 在年度湖村 还有一项特别的 土族民俗文化 乌土 我们明年龙历 10月20号 明年就进行这个 这样的活动 是 天气非常冷的时候 哦 天气冷的时候 天气非常冷 哦 而且这其实在 他们身上图案 都特别有讲究 可以为我们讲一下 他的 土上 就身上画的是 那个老虎图和 包子图画 嗯 其他的画我们就 乱别画 我们以前 就这样的话 就这样画 老虎图和包子图 哦 他身上拿的是 木棒 哦 这里就对 这个木棒一定要拿 嗯 木棒拿来我们 他山上 跑到我们松里面来 嗯 松里面来了以后 就家家糊糊糊 这个屋图就 穿下去 哦 不能穿门 不能穿门的 不能穿门 一定要爬枪 是这样爬枪进来的 一家一家爬枪进去 哦 进去的话 然后他们松里面的人 全部我们那一天 说的是一个 摩摩 知道吧 哦 摩摩 摩摩 我们的摩摩 他们家里面的不好的东西 各种各样不好的 不吉祥的东西 把这个摩摩上面 哦 带过去 带我带走 好的东西带进来 是这样子的 就这么个 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深刻访谈中 真切感受传承的价值 我是那个 第七的传承人 知道吧 我传承了42年 那个当中 没有啥意味的事情 啥都没有出 哎呀 无头墙上掉下来的呀 无头愣着感冒的 那么现象 一点没有 都没有 完全没有 这个这是一个非常 都是被保佑的 对不对 保佑的呗 这个是一个 特别神奇的事情 这么好的文化 不能休息呗 对吧 对 和日村中 有着世界实书奇观 下段节目 带你感受壮阔的石巾墙 以及草原上幸福的声音 他们手上的工具 非常地简单 主要就是用这样子的 特殊的这样子的砖 然后又一个 这样比较硬的 像那种铁板 然后这样用力地敲打 去雕刻出来的 和日石巾墙呢 位于泽库县和日镇 那它主要分为和日寺 以及石巾墙 和日寺呢 是藏传佛教宁玛派的寺院 而石巾墙呢 是和日寺重要的宗教文化遗产 那历代的僧人呢 以及石匠呢 会把藏文经文 医学 历史等等 这样刻在石板上面 并且叠砌成墙 也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 是被誉为世界石书奇观的石巾墙 马尼石刻 是藏民族古老而独特的 一种文化载体和表达方式 其中石巾景观 几乎在青藏高原上随处可见 在藏族人的眼中 石头上一旦刻上经文或佛像 变成了神圣之物 自己的信仰和虔诚 便得到了保存和记载 在藏区的众多石巾景观中 以和日石巾墙最为壮观 被誉为世界石书奇观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和日寺了 我很好奇 这个石巾墙呢 是先有石巾墙呢 还是先有寺庙呢 先有寺庙 先有寺庙的 那这历史有多久了呢 历史有两百多年 两百多年了 而且今天也看到很多的信徒 可以为我们多介绍这个和日寺吗 你可以问他 和日寺在藏传佛教中 被誓为是一处 庙城吉祥洲 莲花生殿堂 莲花生 可以看到这个佛像 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对 这一位就是莲花生吗 对 非常的壮观漂亮呢 莲花生大事 是建立藏传佛教的祖师 对于佛法在藏区的发展 弘扬与延续 带来最关键的影响 足迹遍及西藏 青海 四川等地 现在可以看到后面的信徒呢 它是绕着这样转金筒 这样顺时钟一直绕 这主要是为了什么呢 主要是为了幸运和健康 然后他们也是嘴里就会念经文 然后祷告这样子 对 祈祷 所以才会后面这么多 而且今天特别多人 可以看到 何日寺早年为帐房寺 在清道光年间 该寺第一室 德尔敦活佛 德清卓多 在何日部落头人 昂青的支持下 开始建寺 现存的大金堂 为1981年重建 墙面上丰富多彩的堂卡 为寺庙增添不少风采 辉煌时期 祝寺僧人 达上百余人 最罕见的人文景观 还是那座高三公尺 宽二点五公尺 长达两百公尺 由十万多大小不一的石片 堆起来的石金墙 据当地僧侣和牧民的说法 何日石金墙 大体开始于清嘉庆年间 历时上百年才完成 主持者是何日寺三世活佛 他为弘扬佛法 为寺院教课三部 永世长存的石金 当年的石科匠师 代代相传 让村庄不少居民 能以赚客石金为生 上好的石材 加上工匠高超的技艺 成就了何日石科金书艺术 现在我们传下来的 雕刻文物本 经常刻的话 石入也 莫名的石入也好 那现在是不是石刻 还有发展成产品这样子 产品多 产品那个 打给这个战略棍里面 一百多个作品 各种各样的 那现在就带我进去看吧 好好好 走 石刻作品 石刻作品素雅精致 每幅图案刀锋 刀锋利落有尽 如今作品种类更加多元 这边有刻金文的 然后这些是刻就是 比较浮雕的这一种 看法宝 它是神机传承人 神机传承人是这一位 他们手上的工具非常的简单 主要就是用这样子的特殊的这样子的砖 然后又一个这样比较硬的 像那种铁板 然后这样用力的敲打去雕刻出来的 和日村户户间有人从事始雕 敲打声响 如同草原协奏曲 国家级的团成人 工作当中我们看一下吧 是他家吗 他们家 好的 那我们现在进去吧 玻璃屋就像他的工作室了 从事石刻这样子的 有多久时间呢 时间长 17岁的时候他学金文 先科金文 后面在科的二十几年了 二十八年 现在科那个佛像 科佛像了 等一下什么都会科了 这还可以分开呢 可以分开 你看 而且那个是很细很小的对不对 所以老师的作品有各式各样的 我现在这样看 我以为是机器去钓科出来的 没想到全部都是这么简单的工具 这样敲 一直敲 一直敲 这样子 像这样子一个作品要花多长时间呢 两个月 两个月啊 哇 也算快 但是也是一个很精细的 一个很细腻的作品 我发现有很多牛的作品 为什么呢 本地的那个特色牡牛 特色牡牛 所以很多都跟牛有关系的 牛有关系的 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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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